黃毓民議員 謝謝主席 我繼續就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 修正案編號是08、12和33 三個修正案是我提的發言 這是第二次發言 主題是要削減行政會議 非官首議員召集人的酬金全聯預算 削減這十三位行政會議非官首成員 不包括召集人全聯開支的預算 另外將整個行政會議的全聯預算 二千零八十萬全部刪除 我說了第一次 行政會議在《基本法》中寫得很清楚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是最高的決策機構 參與密闊 所謂參與密闊 即是所有大政方針 在星期二的行政會議中要談 他亦容納各方面的人士 亦有我們立法會議員 包括坐在這裏的葉劉淑儀 剛才我提到她時她不在 葉劉淑儀和其他行政會議成員 說話有點不同 畢竟她是一個民選議員 她自己也有點避忌 當然委任你做行政會議的成員 當然是體寵理在民意上支持 王議員,我以為你說的是你提 他在這裏順便說 郭忠祐主席 你不要疼我 我大把也給你說 你不想我繼續說 我要說的是 這個行政會議中 並不是用人為財 共產黨經常說 我們用人才得兼備 甚麼是才得兼備 孔夫子說 事先棄息而後文藝 棄就是棄道棄量 棄命那棄,不要寫錯 棄道棄量 空襟廣闊 這是第一個條件 最少要記憶 人格 你沒辦法了 六八九就是人格卑下 下面這些人還有好人嗎 我舉兩個人的例子 以最近的所作所為 你可以看到之前那些 免得說 張振遠那些離開了 林奮強那些離開了 現在還在這裏的主席 你也做過行政會議成員 我覺得你真是適才適所 真是事先棄息而後文藝 真是才得兼備 但這班人看到 你天天走出來說話不重要 你維護政府的決策也不重要 說些有營養的說話才行 你看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我們說回一月份的結果 就行政會議成員的認知度調查 除了葉劉淑儀 沒有一個成員能夠獲得一成的受訪者 能夠說出名字 說不出名字 這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經常做知名度調查 長毛的知名度比梁振英還高 梁振英 你真是回家睡覺 你做過行政長官 每天都在鏡頭上 竟然知名度比民選議員 香港人最熟悉的政治人物 就是現在打拉布的 舵手梁國雄議員 我也是十大 主席 你也是 十大熟悉 這個熟悉很重要 也沒有人認識你 你天天出來說話 你已經 一成受訪者 譬如他訪問千多人 一百個人認識你 你也沒有 知名度其低 當然包括張志剛 還有羅帆招勳 你已經做過局長 沒有人認識他 但他經常出來說話 經常出來幫政府護航 這就是 為何你經常出來幫政府護航 電視又見到你 報紙又見到你 但結果做調查 沒有人認識你 那就是你所說的 別人也沒有印象 或者你所說的不適合 這兩個人 如何值得給他一份工資 雖然不是很高 也是錢 如何值得給他 香港大學民研究計劃 又說 認知度最低的一個行政會議 非官首議員 成員就是張志剛 張志剛不斷走出來 誣衊反對牌 在2012年10月7日 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 以黑名單知事求迷 這個比喻 在10月1日 學民思潮穿黑衣 出席這個十一星期禮 那些叫做黑名單知事求迷 小朋友 比以不倫 還有壽視的學生 他還在節目中質疑 學民思潮的經費來源 有時公眾懷疑學民思潮的政治立場 背後有人給錢 或者幕後有些黑手 唆使他們做這些事情 所有建制人物都是這樣 學生搞事就是幕後有黑手 這個說法一定是對的 是例的 當年你弟弟去搞事的幕後黑手是誰 共產黨 所以今天我也有提到吳克劍 在恐嚇教師 恐嚇學生 不要去佔中 又說會有案底 另底也有案底 大哥 一貴為局長 我那天在帳委會質問他的時候 他就站在政府那裡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屁股決定腦袋 當年的曾德成 我當然當他是偶像 主席 張志剛 作為一個行會的成員 公開不斷公開 誣蔑政見不同的人 連小朋友也不放過 一個人 你不要說畏高權重 你參與物法 在行政長官的徽下 或者作為整個政府的一部份 你怎可以不慎言 怎可以用一個卑劣無滅的手段 來對付學生的組織 毫無政治道德可言 另外張志剛今年 又跟隨全國政協常委 李家傑 批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對特首民望調查的研究方法 如果你問明日投票 你投或者不投梁振英一票 你只能把結果解讀為明日投票 梁振英可以拿到多少票 你不能將它當成施政支持度 現在不是在說選舉 而是在說執政 所以不像選舉一樣要列明對手 之後又贊民 這些都是壞輪 又贊民批評港大民意的假想投票 來做特首民望指標 之一是有結構性的陷阱 以及批評民情調查 所謂民情都是模糊不清 質疑這個調查結果顯示 即是2013年年底的民情指數 比2013年還要低 並不合乎一般人的感覺 我想問一般人的感覺是甚麼 一般人的感覺更低 有媒體翻查新聞翻他的舊帳 發現在2011年8月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附屬機構 曾經委託港大做民意調查 這就是他做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時候 瘦身的 梁振英的孩子 當時他引述港大民調的結果 指唐梁振英和梁振英是叮噹馬頭 張志剛找中庭耀做民調 是希望由一個中立專業的調查機構 核對他們早前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所做的調查結果 是否吻合 因為他明知道自己是沒有公信力的 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就找中庭耀來幫忙 這就是先有結論後有論證的做法 完全違反學術原則 當時找港大的中庭耀做這個結果 唐梁振英和梁振英 那你又不是在做嗎 又不是在造假嗎 如果你說這不是 那你現在怎樣批評中庭耀呢 請問 張志剛的罪行還有很多 不過時間所限我又不會拖場 因為我還有一大動未講 因為現在他們在發揮臨漓盡致 我又要開帳委會 我們主席又要開這麼多會 沒有辦法 又要準備帳委會的公開聆訊資料 另一位又很活躍 但沒有人認識的 即是做民意調查 問他認不認識行政會議成員 是否能說出他的名字 說不出的羅范招勳 又是很活躍 政治立場當然眾所周知 我記得在2012年 我們立法會上一屆最後會期財委會 要開會審核五思十四局的撥款時 那次我們就真的打拉布了 不是現在說五月底就完結 那些叫做打拉布 我們就真的打拉布了 是否 九千多條修訂案 就打扭他 他來跟我說 勇文你不要搞 你不能贏 我說你搞錯了 我一定贏 你不懂得以時規則 是嗎 葉國謙千方百計都想想想 為何財委會搞定 你不能拉布 都搞不到 搞到現在 現在讓亮星哥去應付 那裏撥款就拉到你了 那裏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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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撥款 剛才所說的 事宣氣息 你有氣度 又沒有氣量 又沒有 撥款也沒有 你不知道 在財委會撥款就可以搞定你了 那裏撥款 沒有人會 喜歡說話 又喜歡刺人 他在去年6月 《明報》有一篇文章 說 我們追求的民主 不能著眼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更加不可以迷信 有了普選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所有問題 會迎刃而解 當然這些歪類 我們不會拼搏 但現在不是說 要一人一票選特首嗎 2017年不是要普選特首嗎 這不是共產黨的承諾嗎 現在你看到街板開始的建制派 包括民建聯員掛牌 一人一票選特首 立場和我們一樣 五國議全都變成民主派 一人一票選特首 不過他沒有說那句 誰去選是我話事 這句沒有說話 一人一票選特首 那為何一人一票是不好 那為何要大家掛街板 全部一人一票選特首 可以如見接下來就是 所有建制派的賤奈 都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大佬 為2017年這個普選 有篩選的普選 去鋪路 但說一句不說一句 即是 不可以迷信普選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所有問題都迎刃解決 這是歪論 今年3月直接了當 當時有些無中生有的傳言 說什麼黑社會介入選舉 即是說特首選舉 當時梁先生的民望 跌了10個百分點 他也有份 好像那個飯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一個全民三百多萬人的選舉 如果有人不懷好意造謠生事 隨時一個很熱門的人都可以落馬 而有些人可以爆爛出現大規模選舉 因為沒有預測性的任何人 如果要成為候選人 我們也要看他 這樣有機會成為行政長官 所以提議會有把關的作用 即是對抗中央的人 不能成為候選人 正改主席 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你也可以說這些 林鄭月娥說有商有糧 都偶爾語無論輪署都被人罵 你怎可以很清楚地為行政長官的資格條件 以及選舉的辦法 三百多萬人選 都可能有些事 一個不小心的謠言 就有些人會落馬 爆爛 說甚麼 幾百萬人投票 每個人都被人點到 每個人都聽謠言 選舉經常有負面文宣 小時候好像立法會那樣的選舉 都有負面文宣 最重要是候選人自己有信心 你有沒有做地區工作 你的政見是否得到民意的支持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又說候選人最多有三個 他說普選並非萬鈴丹 民主又不是鈴丹妙弱 我都免得跟他說 普選結果難以預料 又說對抗中央 這些說法 在政改諮詢期間 蒙女真是假是假 的諮詢期間 你都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還有對政治形勢 完全落後 還有資格做行會的成員 人工更不應該給他 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 他又在這裡說 香港的青年 不要學台灣的青年 人家說要學嗎 這是防患於未緣的心態 預先警告 叫你不要學台灣 台灣很失禮嗎 太陽花學運 現在台灣政府倒閉了嗎 反復貿協議 就令到復貿不能簽 就是這樣 他就要承擔後果 不能簽的結果 是甚麼 就要自己承擔 民主政治就是要付出社會成本 這是必然的 羅范昭芬、張志剛 兩個人的言論 是否可以代表行政會議 他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現在取得我們工資 是否應該繼續給他 主席 這真是值得我們提出這些修正案 修正案編號是08、12和33 三個修正案是我提的 這是第二次發言 主題就是 要削減行政會議 非官首議員召集人的酬金 全聯預算 要削減13位行政會議 非官首成員 不包括召集人的全聯開支 的預算 籌金 另外就是 將整個行政會議的全聯預算 那2,080萬全都刪除了 我說了第一次 行政會議是一個 在《基本法》中寫得很清楚 行政會議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是一個最高的決策機構 參與密伏 所謂參與密伏 就是 所有的大政方針 在禮拜二的行政會議 要談 他亦都容納各方面的人士 亦都有我們立法會的議員 包括坐在那裡的葉劉淑儀 剛才我提到他的時候 他也不在 葉劉淑儀和其他行政會議 成員走出來說話 有些不同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民選的議員 他自己也有些避忌 當然 委任你做行政會議的成員 當然是 看重你在民意上 支持到 王議員 我以為你說的是你提 他在這裡順便說 主席 你不要疾我 我大把有時間給你說 你不想我繼續說下去 我要說的是 這個行政會議裡 它不是用人為財 共產黨經常說 我們用人才得兼備 什麼叫做才得兼備 孔夫子說 事先氣息而後文藝 氣就是氣度氣量 氣命的氣 不要寫錯 空氣氣 氣度氣量 空襟廣闊 這是第一個條件 最少要記憶 人格 你沒辦法了 六八九就是人格卑下 下面這些人還有好人嗎 我舉兩個人的例子 最近的所作所為 你可以看到 之前那些免得說 張振遠那些 離開了 林粉強那些 離開了 現在還在這裡的主席 你也做過行政會議成員 我覺得你真是適才適所 真是事先氣息而後文藝 真是才得兼備 可以嗎 但這群人 你看到 你天天走出來說話不要緊 你維護政府的決策也不要緊 說些有營養的說話才行 你看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我們說回一月份的結果 就行政會議成員的認知度調查 除了葉劉淑儀 沒有一個成員能夠獲得一成的受訪者 說得出他的名字 說不出他的名字 這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經常做知名度調查 長毛的知名度比梁振英還高 梁振英也很討厭回家睡覺 你做過行政長官 每天都在鏡頭上 你知名度比一個民選議員 香港人最熟悉的政治人物 就是現在打拉布的 舵手梁國雄議員 我也是十大 主席 你也是十大熟悉的 這個熟悉很重要 也沒有人認識你 你每天都出來說話 你每天都出來說話 一成受訪者 譬如他訪問千多人 一百個人認識你也沒有 知名度其低 當然包括張志剛 還有羅帆招勳 這些已經做過局長 都沒有人認識他 但是他經常出來說話 經常出來幫政府護航 這就是 為甚麼你經常出來幫政府護航 電視又看到你 報紙又看到你 但結果做調查 沒有人認識你 那就是你說的那些 人家都沒有印象 或者你說的那些不適合 這兩個人 怎麼值得給他一份工資呢 你告訴我 雖然不是很高 也是錢 對嗎 怎麼值得給他呢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又說 認知度最低的一個行政會議 非官首議員 成員就是張志剛 張志剛不斷走出來 誣蔑那些反對派 在2012年10月7日 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 以黑名單 知事球迷 這個比喻 在10月1日 學民思潮穿黑衣服 出席11星期禮 那些叫黑名單 知事球迷 小孩子 比以不倫 還有壽視的學生 他還在節目中質疑 學民思潮的經費來源 有時公眾懷疑 學民思潮的政治立場 背後有人給錢 或者幕後有些黑手 唆使他們做這些事情 所有建制人物都是這樣 學生搞事就是幕後有黑手 這個說法一定是對的 當年你弟弟去搞事的幕後 黑手是誰呢 共產黨 所以今天我也有提到 吳克劍在恐嚇教師 恐嚇學生 不要去佔中 又說會有案底 令底也有案底 大哥 一貴為局長 我那天在帳委會質問他的時候 他就站在政府那裡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屁股決定腦袋 當年的曾德成 我當然是當他偶像 是嗎 主席 張志剛 作為一個行會的成員 不斷公開 誣蔑政見不同的人 連小朋友也不放過 一個人 你不要說畏高權重 你參與勿佛 在行政長官的揮下 或者作為整個政府的一部分 你怎麼可以不慎言 怎麼可以用一個卑劣的誣蔑手段 來對付學生的組織 都毫無政治道德可言 另外張志剛今年又跟隨 全國政協常委李家傑 批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對特首民望調查的研究方法 如果你問明日投票 你投或者不投梁振英一票 你只能把結果解讀為明日投票 梁振英可以拿到多少票 你不可以把它當成施政之遲 現在不是在說選舉 而是在說執政 所以不像選舉一樣要列明對手 之後又贊民 這些都是壞輪 又贊民批評 港大民意假想投票 來做特首民望指標 之一是有結構性的陷阱 以及批評民情調查 所謂民情都是模糊不清 質疑這個調查結果顯示 2013年年底的民情指數比03年還要低 並不合乎一般人的感覺 我只想問一般人的感覺 一般人的感覺更低 有媒體反查新聞翻他的舊帳 發現在11年8月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附屬機構 曾經委託港大做民意調查 這就是他做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時候 瘦身的 梁振英和梁振英 當時他引述港大民意調查結果 唐良二人 唐英聯和梁振英是叮噹馬頭 張志剛找中庭耀做民調 希望由一個中立專業的調查機構 核對他們早前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所做的調查結果 是不是吻合 因為他明知道自己是沒有公信力的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你就找中庭耀來幫忙 這個就是先有結論 後有論證的做法 完全違反學術原則 那時候找港大的中庭耀做這個結果 唐良叮噹馬頭 那你又不是在這裡做嗎 又不是在這裡造假的嗎 如果你說你這個不是 那你現在怎樣去批評中庭耀呢 請問 張志剛的罪行還有很多 不過時間所限我又不會拖長的 因為我還有一大動未講 因為現在他們在這裡發揮到臨漓盡致 我又要開帳委會 我們主席又要開這麼多會 沒辦法了 又要準備帳委會的公開聆訊資料 另一位又很活躍 但是沒有人認識的 就是做民意調查 問他認不認識行政會議成員 能否說出他的名字 說不出的那個羅范招勳 又是很活躍的 又是很活躍的 政治立場當然是眾所周知 我記得在2012年 我們立法會上一屆的最後會 奇才委會 要開會審核 所謂五思十四局的撥款的時候 我們那次真的打拉布 不是現在說五月底就完結 那些叫做打拉布 是嗎 我們就真的打拉布 是嗎 九十多條收定案 九千多條收定案 就搞了他 他來跟我說 你不要搞了 你不能贏 我說你搞錯了 我一定贏 你不懂得以時規則 OK 是嗎 葉國謙千方百計都想想想 為何財委會搞定 你不能拉布 都搞不到了 搞到現在 現在讓亮星哥去應付吧 是嗎 那裡撥款就拉到你了 那些就是 哪有色見 剛才說的 事先氣息 你有氣度 你又沒有氣量 你又沒有色見 是嗎 你不知道 在財委會撥款 就可以搞定你了 是嗎 是嗎 即是 沒有人色 是嗎 是喜歡說話 是嗎 是嗎 他 他 在去年六月 《明報》有一篇文章 就說 我們追求的民主 不能著眼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更加不可以迷信 有了普選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所有問題 會迎刃而解 是嗎 當然這些歪類 我們不會拼搏 但是現在不是說 要一人一票選特首嗎 2017年不是要普選特首嗎 這不是共產黨的承諾嗎 現在你看到街板開始的建制派 包括民建聯院掛牌 一人一票選特首 立場跟我們一樣 是嗎 不可以全部變成民主派 一人一票選特首 不過他沒有說那句 誰去選是我主 這句沒有說話 一人一票選特首 那為甚麼一人一票是不好 那為甚麼要大家掛街板 全部一人一票選特首 可以如見接下來就是 所有建制派的那些 都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是嗎 是嗎 為2017年這個普選 有西選的普選去鋪路 但是說一句不說一句 是嗎 不可以迷信普選的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所有問題都迎刃解決 這是歪論 今年三月直接了當 當時有些無中生有的傳言 說甚麼黑社會介入這個選舉 即是說特首選舉 當時梁先生的民望 就跌了十個百分點 他也有份 好像那個飯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一個全民三百多萬人的選舉裡面 如果有人不懷好意造謠生事 隨時一個很熱門的人都可以落馬 而有些人就可以爆爛出現 所以大規模的選舉 是沒有預測性的 任何人如果要成為候選人 我們也要看 他們有機會成為行政長官 所以提議會有這個把關的作用 對抗中央的人 不能成為候選人 政改主席 是正在諮詢的 你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你也可以說這些 是嗎 林鄭月娥說 有商有糧 都偶爾語無倫處都被人罵 你怎麼可以很清楚地 為這個行政長官的資格條件 還有這個選舉的辦法 三百多萬人選 都可能有些事 一個不小心的謠言 就有些人會落馬 爆冷 這樣說什麼 大哥 幾百萬人去投票 每個人都被人碰到 每個人都聽謠言 選舉經常都有負面文宣 小時候好像立法會 那樣的選舉 都有負面文宣 最重要是候選人 自己有信心 你有沒有做地區工作 你的政見 是否得到民意的支持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嗎 又說候選人最多就是我三個 是嗎 他說普選並非萬靈丹 民主又不是靈丹妙弱 我都免得跟他說 普選結果難以預料 又說對抗中央 這些說法 在政改諮詢期間 無論真假的諮詢 現在你都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還有對政治形勢 完全落後 還有資格做行會成員 人工就更不應該給他 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 他又在這裡說 香港的青年 就不要學台灣的青年 人家說要學嗎 對吧 這些又是防患於未完的心態 但是預先警告 對吧 即是叫你不要學台灣 台灣很失禮嗎 太陽花學運 那現在台灣政府倒閉了嗎 那個反復貿協議 就令到復貿不能簽 就是這樣 他就要承擔後果不能簽 結果是甚麼 就要自己承擔 對吧 民主政治就是要付出社會成本 大哥 這是必然的 對吧 羅范昭、張志剛兩個人的言論 是否可以代表行政會議 對吧 他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現在拿著我們工資 對吧 那是否應該繼續給他呢 主席 這真是值得我們提出這些修訂案 對吧 對吧 對 對